式化條件的部分 當然幾個方法 要不就是剛剛提過的這個地方 新增規則 新增規則裡面的話 特別是有這麼多 123456 其實跟各位講 只有用公式 這個所謂的公式 其實就是等同於 跟這個地方的公式 是一樣的 只是說 他是必須要 把 公式 輸入到這邊來 才可以或可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 公式裡面的結果 為True的時候 才去做這個格式 那什麼樣的格式 就是你自己設定的格式 OK 比如說 如果那個結果是禮拜六 那你就 會去幫我 比如說變成像這樣的一個格式 這個格式你可以把它設定在這裡 他就會幫你work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 還是有點難度 因為 在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特別新增規則裡面 這個公式 就是 流程如果你做錯的話 他就不work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我先取消一下 然後把它恢復一下 這個地方 Ctrl 字一下 你就不要傻傻的 直接慢慢弄 其實很多地方 如果 不會寫 VBA 真的有時候 或者不會用一些公式的話 真的還蠻花時間 會的話 其實很快就做完了 就像這個地方 52周 禮拜六 禮拜天 當然意思不是說 你 假設啦 突破天鋼 你現在做 那下一次就變更了 你又要再做一次 永遠 沒完沒了 可是如果你會用 至少你會用新增 這個 條件的話 那至少還稍微快一點 最好我是建議 乾脆寫VBA算 反正因為 所有東西都可以用VBA處理 那你倒不如 乾脆直接就用VBA來做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在新增 規則之前 請各位一定要先告訴他說 你要 判斷的 儲存格 範圍在哪裡 我要判斷的就是 從1月1號 一直到哪一天呢 到12月31 所以建議你可以 把它整個選起來 Ctrl-Shift向右向下 把它整個選起來 或者你 選按Shift鍵也可以啦 方法蠻多的 或者你用 滑鼠選 當然滑鼠選比較慢 我建議 記一下快速鍵 Ctrl-Shift向右向下 第二個步驟的話呢 一選完之後 第二 再來才是新增規則 規則的話呢 記得一定要公式來決定 要格式化 哪些儲存格 OK 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在這邊 輸入公式 公式的話就是 先輸入一個等號 這個等號有點像 這上面一樣的道理 那在這邊的解釋是 當 當什麼狀態 當這個儲存格 裡面呢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儲存格裡面是不是 禮拜六 是不是禮拜六 那所以 判斷 那個儲存格 是不是禮拜六的話 我們應該用哪個函數 剛剛有問過有沒有 有叫什麼 week day 有沒有 weekday 這個函數 那這個weekday函數的話 刮弧一下 特別注意 刮弧之後的話 你要給他一個儲存格 那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選的是從A2 到L 應該是32吧 那你只要跟他講 從哪一個儲 這個後面的這個 這個儲存格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開始 那你剛才講 請你幫我從那個 A2這個儲存格開始 然後刮弧 判斷一下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A2指的是哪一個儲存格開始 那結束的話 他就自動幫你跑到這個範圍裡面的最後一個 也就是從A2一直跑到L32吧 全部跑完 那做什麼呢 他會一個一個幫你把資料抓過來 抓過來做什麼呢 如果等於多少 禮拜天 禮拜天第一天嗎 禮拜六應該多少 這後面等於7 對 所以特別說 這邊有兩個等號 前面這個等號是丟回去的等號 這個等號是兩邊 這個 這個 是 條件是否為處 所以 如果 當 這個條件 如果禮拜 六等於7的話 那就設定一個格式 格式是什麼呢 是 用深綠色的 填滿用淺綠色的 OK 就這個字跟填滿 把它稍微改一下 按確定 有沒有 如果這個條件為初的時候 那就做這件事情 建議 可以先把這個公司複製一下 因為剛剛 等一下禮拜天也要用 所以按 複製 確定一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範圍呢 禮拜六的都被格式化了 有沒有 同樣的道理喔 再來一次 新增規則 用公式來決定 把剛剛的那個公式再貼上一次 有沒有 把這個等號改多少 改1 格式的話 格式呢 我希望字 變成紅色的 那填滿的話呢 變成黃色的 按確定 再確定 OK 你會發現 他就可以快速的幫我把 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 全部按照我要的 這個條件 去做格式化 OK 這應該沒問題吧 那 另外如果要把這個 條件刪除的話 記得喔 清除規則 記得你不能說我把這個格式拿掉 你即便用格式裡面的 用那個什麼清除裡面的 清除格式喔 你會不會清不掉 變這樣子 OK 你如果要清除的話 記得喔 一定要把 這個裡面喔 整張工作表 的規則拿掉 這樣才會恢復 OK 所以喔如果要清的話 要加的話記得從新增規則 OK 那我看一下我剛剛加兩個 所以管理規則 這邊這個是第一個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 當然你也可以如果你做錯的話 你也可以到管理規則 稍微改一下就好了 OK 這個是利用設定格式化條件 來幫我們完成這件事情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 先還給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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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